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寄出代表爱的名声点 班图剧女神曾婉婷拿着行动麦克风 一边走一边唱 把户外广场变成KTV 其他艺人也纷纷上传试用影片 到网路卖场的脸书粉丝页 引发网友疯狂下单订购 让卖家荷包转得满满满 但其实这个网路卖家 竟然是个15岁的小男生 而且卖场去年销售额高达1000多万 但因为卖家年纪小 不知道要缴税 被高雄市国税局罚了75万 除了行动麦克风 还有视频手环金油 每一样都卖得下下叫 高雄市国税局表示 因为这名15岁少男 借用父亲的金融账户做生意 原本一度以为他是被爸爸利用当人头户 没想到真的是少男自己转来的 承认他有卖这些东西 没有开发票 他都有把这个税也缴了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查了 所以他仍然会被处罚 国税局透露 这名少年原本跟爸爸是住在高雄露竹 因为叛逆撬家 被上到台中做生意 没想到去年赚了上千万 让爸爸也大食一惊 这回没缴税被罚 少年豪气 缴掉75万元罚款 还办了营地事业登记证 让不少网友直呼 这撬家少年实在太厉害 记者吴国珍 陈昭虎高雄报道